謝謝主席,我們請主委 各位好 主委好快喔,就任多久了喔 終於要一年了 是啊,我們來回憶一下 有件事情要替主委平反一下 那時候在這裡,你們做得很厲害 我還受傷 那可是我們來看喔 近年大型選舉的滿意度 在主委任內最高 這一次的總統跟立法委員的選舉的滿意度 我們對選務工作滿意高達86.9 我們跟2016年的總統 2012年的、2018年 還有2014年比 我們今年的滿意度最高 恭喜主委 謝謝委員,很多人給我們便切 很多人給我們計較 我特別要感謝所有的選務領館的努力 對啦,但是對你的任命 應該幫你變換啦 不應該被那樣的政治化 那主委作為一個有行政管理經驗 有領導經驗的法律學者出身 這個法律學背景出身 這樣的身份 來擔任這個職務 重責大任 是稱職 是成就的 好,這是我第一個 要給主委一個鼓勵 那我們來看 今天我們很需要 來做這個 安排防疫的監督 那因為剛好也是明天 主委要參加CDC的開會 是不是 明天是由我們副主任委員主持這個會議 那我們剛好今天在這裡 委員有很多的建議 是的 回去以後做好整理 然後呢 提給這個防疫指揮中心 看看是不是有必要做一個 投票指引的東西出來 好不好 是的 好,謝謝 這其中 第一個就是主委今天說的 我們希望選舉人都戴口罩 那這個部分 其實是勸導 你沒辦法強制 為什麼 因為投票權不可因此被剝奪 是 所以第一個 宣導非常重要 好不好 是的 一定要宣導 這個宣導變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另外就是 我們的備用口罩 目前只準備給工作人員的備用口罩 本席建議 跟指揮中心要求 是不是也要為選舉人做一些備用口罩的問題 好不好 選舉人的部分 是每個投開票所有30個備用的口罩 有30個而已 好 你們下去模擬 不同的選舉要有不同的規模 好不好 所以第一個宣導 第二個備用口罩的問題 第三就是 這個器材的使用 它會變成是一個載體 大家很關心那支筆 那今天有很多的委員在這裡提了各種不同的建議 那本席當然也可以提建議 譬如說 我們每一個人發一張小小的酒精棉片 因為我要像我們的麥克風一樣收回來消毒 然後重新給你 投票時間會太長 我們不可能說 用完一支 然後就去換一支 或用完一支 就去消毒一支 那我如果說我每一個選舉人 我發給你一張小小的 我們那個中衛的這個酒精棉片 類似 那你進去你可以自己消毒 這也是一種建議啊 當然 所有這些建議 我們最後還是回歸專家的意見 那如果防疫指揮中心 他的意見就是 我進去的時候消毒了 像主委講的 出來也消毒了 所以其實就安全了 如果是這樣 委員上次給我們指教 進出都要消毒 工作人員要戴手套 本席上一次也是這樣子 好跟你建議 那本席是認為專家的意見很可能就是 當我出來的時候消毒過 那我過程可能我的手有沾到 但是我出來消毒的時候 病毒就解體了 那在這種情況下就已經安全了 如果是這樣 我們就尊重專家 棉片也不必了 消毒也不必擔心了 但是重點是要宣導 好不好 因為我們今天在這裡 這麼多委員都還在擔心這件事 表示宣導不夠 所以這個宣導非常的重要 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今天 我們還是很重要 必須要重視這個問題的原因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罷函這件事 我想主委講得很清楚 75條跟79條的文字 我們看起來就知道第一階段的連署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尤其是第75條的文字 它是以什麼開頭 它是以公職人員之罷免 得由原選舉區選舉人 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罷免案 然後呢 但就職未滿一年者不得罷免 所以這個時候 這一條是有前段跟後段 那剛剛林斯密委員 是把後段拿出來當前段 對不對 但是 它的前段是提出罷免案 是一年 是可以提出罷免案 但是未滿一年不得罷免 當然就是指不得提出罷免案 它是銜接在後段的 對 但書是銜接本文的 是 它但書是銜接本文的 所以本文是提出罷免案為主 那79條再加上主委所說的 我要剔除連署 並沒有日期在一年以前 要讓你剔除的理由在 所以我想絕對沒有問題 我們不應該再吵這個問題 應該要做的是 好好去贏得選民的認同 不要被罷免 對不對 好 現在問題來了 今天高雄市議會大家很生氣 因為 有兩個動作被連在一起 一個動作是 主委在這裡講 40天要審查40萬份 很吃力 對不對 可是一頂都不吃力啊 跟主委想的不一樣啊 因為他們提前11天啊 高雄市選委會提前11天 就結束這個審查啊 很不吃力 這麼不吃力 他卻讓查詢單 5天4天就必須要回報 我覺得 主委有一點蠻呵護他們的 主委可能不希望中央跟地方有對立 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 選委會在做事的時候 還是要盡量避免不要造成人民的不信任感 本席認為 這個是有不信任感 首先有關於這個查詢單回覆的4天這個問題 各方批評很多 的確我們會在做進行的檢討 要檢討 不過我們的把關的機制 大家也可以放心 這個我知道 好我接下來要講的是 他兩個動作在一起 一個動作是 他縮短這個縮短審查時間 然後準備要延後議會開議的時間 所以當兩個動作被連在一起的時候 政治性就出現了 出現什麼呢 出現說我要趕快讓罷免快快來 讓他趕快到 然後讓罷免趕快到 然後讓議會議長的總質詢的時間 可以延後到罷免以後再總質詢 政治的想像空間奇大無比 造成選民又進一步的焦慮跟不信任 這些事都應該避免 好不好 好這個我們只能道德勸說 那現在來了 我們來模擬一下 未來可能的罷免時間 到底會落在哪一個時間點 好主委你看一下 他提前11天結束 所以4月7號就要召開選委會 那如果說會議決議罷免案成立 那麼4月8號中選會可能就會收到 他們提交的報告 假設我們4月8號來的時候 中選會要審查對不對 中選會的審查是多久的時間 然後審查完20天到60天的時間點 到底是什麼時間點 等於做了幾套模擬 他不會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套模擬 我們用過去曾經有過罷免案的經驗 黃國昌委員被罷免 中選會審查時間11天 成案到公告投票日46天 參政委員被罷免13天審查 成案到公告26天準備 我們罷免案 罷免案 如果以審查29天 就是比照 比照高雄市的審查時間 高雄市40天提前11天 所以是29天 然後投票日 比照黃國昌委員的準備時間 以46天來算的話 時間點會落在6月20號或6月27號 時間點可能會落在這裡 好 如果我們用最快的速度 最快是什麼時候呢 審查時間比照 黃國昌委員的11天最少 然後 成案到公告假設是20天 那麼時間點會落在5月9號 主委現在哪一個時間會比較合理 審查的時間 審查的時間你們會用多久 謝謝委員 大概我們必須要就相關的時程 要先有一些規劃 是 因為如果沒有規劃 我們的工作沒有辦法暗次的去進行 所以這個時程的規劃是必要的 照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進度 因為在第二階段連署的審查 高雄市選委會是提早了10天來完成 提早10天11天來完成 所以他們已經決定在4月7號 要召開委員會 來當地的審查 如果審查一些順利的話 他在8號就會報到中選會來了 對 如果審查的結果可能還會有一些問題 他們還有10天11天的時間 再去完成 那假設順利就是4月8號報上來的話 我們中選會 我們會一例啦 這個法律沒有規定說幾天來進行審查 我們一例大概會在隔週啦 會在隔週大概是10天11天 不懂的時間 好我們就以黃國昌委員的11天 那這個所謂的審查就是我們召開委員會的審查 但是這中間可能還會有一個變數 沒關係 我們以最快來推算 就是說我們委員會的審查之前 如果有需要補證的必要的話 如果比如說刪除的 剩下不夠 不夠法定的人數的話 那就要命他補證啊 10天的補證 看來這個案子不會發生 所以如果順利的話 我們模擬大概419嘛 如果順利的話 我們應該會在4月17 18這中間 來召開委員會 我們以419來看的話 委員會我們還是要跟委員 大家聯絡好了 你有時間 符合達到法定人數才能開會 那這之前還有一個工作要做 就是要定要定投票的時間 這必須要跟相關單位 包括這個教育部 有關於學校的行事力 包括考選部有關於一些國家考試 盡量的希望能夠避開 讓更多的人能夠來參與 而且這一次涉及防疫物資的採購 是不可能像蔡委員的26天這麼快 那個就是在我們審查通過 我們審查通過要定這個投票日期的時候 那這個很重要的很重要 因為有很多的物資的採購呢 是必須在這個時候才能夠去動 高雄事先我會不敢提早動 因為提早動人家會有一些不當的聯想 所以也要讓我們有時間準備這個 如果有一個月上網公告 包括採購的這個事情 也需要去進行 所以以成案到投票 黃國昌委員的46天 是包含採購的一個月的上網等等都算進來 但是如果以罷含案這麼大規模的話 如果你用了60天也不為過 所以假設419確定兩個月後619也要投票了 你也頂多60天 所以本席的預估 包含如果成案到投票最可能的時間點 最早當然會是在5月份的5月9號 但是不可能 他最可能的落點是在6月下旬 6月20 6月27是最有可能的 那本席希望所有的這些工作 用這個時間表下去做準備 因為這一次還涉及防疫 你們有非常多的宣導需要做 有非常多的準備工作需要做 我們就以6月下旬投票 來作為一種可能性預估 如果成案的話 在這種情況下 我是希望你們要有一個時間表去推算 然後用這樣下去推估你們所應該做的準備 其實我們自己有一些實成的規劃 因為必須要每一個階段完成哪些事情 你也不便在這裡 有你的口中說出來我了解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請張基睿立委上台 我們請把電子裝動裝 因為這邊開的 谢谢观看